大家好,我是Paramashiva Home第五期的学员 就因为coronavirus的原因,然后我们都在家闭关最近 所以就是我有机会就会去看一些YouTube里面 关于就是宇宙神秘宇宙的东西啊 还有一些佛学的东西啊 然后无意间就看到了王林老师YouTube上的分享 然后我觉得他讲了好多东西就像是点醒了我一样 然后我觉得就是那种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的感觉 所以我就决定参加这个第五期的课程 然后因为时差的原因 我没有办法就是说16个小时全跟下来 就是在刚开始那几天 然后我就是但是我听了很多大师的开示 还有他的点话 然后还有他讲的一些科学上面的东西 然后就让我觉得说这个这个强要力的科学 真的是能彻底改变我的人生 首先然后也改变了好多的思维方式 然后我就举几个例子 首先是就是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觉察力嘛 就是要让我们有意识的去生活 而不是说就是现在现在自己的思维里边 因为我们的思维太狭隘了 就是是那种二元三维三维空间的东西 就是你永远跳不出来 永远陷在你的思维里边的话 你过的人生就会永远被你的业力牵着走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摆脱 就是人生痛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然后其次就是大师讲的 就是时间的这个观念 让我因为我以前一直知道 就是说时间是一种幻觉 可是我真的没有完全的明白这其中的概念 然后直到就是大师开始了之后 我就认识到时间是幻象 如果你一直活在你以前的思维当中的话 你就是永远也无法跳出时间对你的操控 然后我觉得这点还是挺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跳出来去保持你自己的觉察力的话 你永远是活在你的过去 就是你的未来也是由你现在的 现在对于就是这些思想所决定的 就是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的人生 你对人生也没有任何的控制力 还有一个就是大师讲的这个圆满的这个方法 我觉得对我真的是受益虽浅 因为我以前没有接触过就是圆满的这个方法 然后因为他们都是讲说你要 可能很多人也讲过就是要保持在一个就是更高维度的思维 可是你并没有真正的去面对你的过去 你也没有真正的去面对自己 然后我认为就是圆满的这个方式方法 让我真正的去面对我自己了 让我去看到我自己的根源模式 我就记得我那几天做圆满的时候 就是哭的也是喜乐哗啦 就是感觉胸口就是堵的不行了 然后就疼就是就堵的已经很疼了的感觉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做完之后 我就感觉我那口气就吐出来了的感觉 就是轻松了很多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做的很好 就是还要继续 然后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东西 在我的就是根源模式里 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圆满 可是我相信就是如果坚持做的话 一定会对我 对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提升 然后就要讲一下就是我自己 就是在做那个超能力显化的那个环节的时候的一些感应 我其实成功显化了几次 然后因为我刚开始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去显化 就完全是蒙的 就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 然后到底要看什么 然后就是有一次就是在看那个 我第一次做那个就是扫描房 对了 谢谢大家